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台股新攻略 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頭顧邱頂泰老師 歡迎你每天準時收看我們台股新攻略 那其實我們還是強調掌握全世界 同志朋友你知道 上個禮拜 包括昨天我們跟大家提到的 美國股市暴跌之類的 實際上美國股市的費城半導體還是跌的 還是跌的蠻重的 費城半導體跟台北股市連動最高 所以你看我們台北股市漲不上去 那漲不上去就會有壓力 那全世界要怎麼看呢 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 這個畫面來跟大家提到一下 你要掌握我的相關的資訊 就要透過這幾個 第一個 禮拜一跟禮拜四這兩天 有一個財經急診室 我們把當天的大概 國際的消息面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那每個禮拜四 就是鼎泰峰台股 在傍晚六點的時候 你吃晚飯的時候 可以看我們鼎泰峰台股 我們有那個拆歌遊戲 跟大家一起歡樂一下 順便把一些大家應該留意的股票 可以做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們就是你現在看的 每天都有台股新攻略 就是我的節目 那我希望你每天收看 我知道最近大家可能會比較不喜歡我 因為我有一點 老師 大家都說 大會早買一點 什麼股票漲停板 從這邊我問你 我只想問你 你的載板三雄有動嗎 有在動嗎 動嗎 沒有 你的航運股有在動嗎 我明天要專門來論航運股 你的航運股有在動嗎 這些股票都是你的 都是都是你的股票 你只聽人家在那邊講漲停板 你是有問題是不是 蘋果現在9月7號要發表 他的這個新產品了 工學股今天漲上 是要買還是要賣 最後 美國股市如果一直跌 尤其美國半導體 道瓊還因為台灣有一個大缺點 我們沒有石油概念股 沒有礦業股 日本的股市比較強 美國的道瓊比較強 都是因為他們有礦業股 像那個巴菲特啊 買了一大堆的這個叫西方石油 跟雪芙蓉石油 台灣有石油嗎 中油的油還是跟我國外買的 我們沒有自己 我們沒有產油嘛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分析行情 就是這樣 你要了解國際的狀況怎麼樣 我覺得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我每天都會放一遍給大家聽 轉空了五個訊號 目前啊 這個股市當中 多頭跟空頭的比例 大概這個四六 就是說四成傾向多 股市就是機率嘛 現在空頭已經推上了大概六成 空頭代表經濟衰退 代表聯組會的升息會一旦一直在加碼升息 所以比特幣昨天回到了跌破兩萬回到兩萬 那沒什麼 中澳關卡一跌破都會反彈 美國指數 美元指數昨天創新高 公債殖利率來到三 美國的麥當勞那個都在高檔做整理 美國股市是因為公債殖利率如果超過三 股市的話就會偏高了 因為美國就好像我們台灣的殖利率 那這裡面就美元 如果美元一直漲升上來的話 外資一定測 台幣一定貶值嘛 很多人在講說買那個 那個台幣貶值概念股 這答案是錯的 台幣貶值沒有沒有韓環沒有日元貶得兇 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這是錯誤的 我們算貶得少了 好 以道琼來講昨天這樣跌下來它還13.1% 今年六七月份的時候全日股市爆跌 它也不過跌19.7% 歷年來 這將近一百多年來的金融風暴 有沒有 這個道琼都跌超過五成 甚至更多七成八成都有 所以今年的跌幅這樣你說很多嗎 那台北股市都這樣 除非你一直告訴自己說 那個股票只有肚頭而已 沒空頭 那我也是不算了 其實你可以轉台了 萬一真的真的真的 如果預期了 而且我跟大家講說 要開始一路做空下去的時候 中長空真的格局情成的話呢 你會很討厭我 我以前在三立 那時候有節目 那時候講中長空的時候 對不對 大家明明知道股市一直跌 大家也知道我講的都是對的 就發生一件事了 我的節目啊 一開始開場白啊 前十分鐘的收視率是暴增 接下來收視率就減下來 整個節目半小時 前十分鐘收視率暴增 接下來就收視率就開始萎縮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 一看到我講空 不看我的節目又不行 因為我講得很準啊 看我的節目覺得又空 老師我滿手套勞啊 對不對 可是我不會做空啊什麼的 就給我轉台了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嗎 霧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嗎 有這種道理嗎 股市沒有永遠的多頭 有長多就會有長空啊 我們來看一下 那斯達克又回到了 你看這好不說反彈 回到這個回調區 現在又進入了牛市了 牛市就從這個點最高點跌下來 超過20%就是牛市 那還算好啊 其實他已經跌破第一個支撐點了 現在是這個點 這個圈圈的點是很重要的點 因為他就是多頭慣性還是空頭慣性 最主要的原因 好 廢半 有沒有我昨天跟大家講 這個點叫2750 這個圈圈 廢半昨天破了 我沒有看過說廢半破了 然後台積電大漲了 台積電就是我們的命脈啊 我沒看過啦 你相信你就自己蒙上眼睛 避免耳朵了啦 你自己要心裡有數了 你看廢半已經破了 我們比廢半更弱 你知道要注意這個圈圈喔 我這三個圖表都有畫圈圈喔 我們的圈圈在哪 我們圈圈在這邊 人家都在圈圈之上 廢半昨天才跌 廢半啊 昨天才跌破圈圈 這個這條線 對 我們一直都連圈圈都站不上 董事餅你比較誇張 我聽過說公表你做那麼多 當然不知道 說我弱者很弱 是不是 好 老師我不相信你 我相信那個講掌停板的老師 人家老師都說拉回找買點啊 一大堆的多厲害啊 一大堆的對不對 趕快把握機會 有倍數獲利啊 你煩不煩啊 你的宰版呢 你的航運三雄呢 你一大堆IC設計呢 生技股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元宇宙宏 宏達電 你也幫忙啊 那個賠了半死 那個虧損連連的股票 你也不敢買啦 買了你也是做短不敢報啦 你的新唐 你的創委 那些怎麼辦 還有你的台積電啊 會不會爬不上來 這個 你說我講了就算了啦 對不對 老師你無名小卒啦 這個人總認識吧 他說戰爭極端 極端氣候才是重點啊 那個洪海那個董事長叫劉揚偉的 劉董就說了 極端氣候才是更可怕 最近歐洲電價飆高啊 是台灣的六到七倍耶 天然氣 極端氣候 所以歐洲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破口 這人你認識嗎 不用我講了 他又講出了 聯準會擺出超英的姿態 亞洲會勢崩跌 美元強化南韓 你剛才看到 你剛才看到這個叫歐洲 亞洲跟你講南韓最遠寫的經濟體 當年的亞洲金融崩暴 就從南韓開始的 南韓韓環啊 極扁韓國破產 面臨破產的危機 很多人都會跟我講說 這個好像他長久下來不是很準 有時候股票掌上了他才講啊 可是他幾乎很少跟你講空方的言論吧 他現在跟你講空方的言論 我們還聽爹啦 講得不聽啦 其實當然他不要介意啦 他叫死多頭啦 大家跟你講這些啦 有沒有 剛剛他說的 升級學習美股啊 災難輸出下場啊 然後剛才講到歐洲 又講到南韓 他說矛盾對準中國啊 你剛才聽到 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出現的狀況 美國學習最大經濟體 歐洲 中國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來到中國 來到歐洲 然後他說呢 歐洲世界經濟的破口 他給你示警了 那麼多年了 很少聽他這一次這麼嚴肅的講 你說我取領太你不相信 我講的東西都很確實 也只有我願意辛辛苦苦幫你找這些資料 什麼資料 我們再來看 目前能夠能夠依靠只剩蘋果 萬一蘋果在9月7號發布的這個這個這個 iPhone14不怎麼樣 然後這一兩天他講元宇宙 所以元宇宙各股都漲上來 那到底這個是元宇宙好還是iPhone14呢 關鍵都鎖定了所謂的光學概念股 但是他的製程沒有像大力光好 但至少跟郁金光一樣 你看他圖形是要破底的 這一段漲上來 我們光學股概念股漲上來 現在他已經快要破底了 好 我們再把特斯拉 特斯拉最近把股票分拆為3 從900多塊變成300塊左右 你看分拆之後破線 那特斯拉今天又發表言論說 要弄這個低軌道衛星在歐洲 然後希望歐盟能夠開放他自駕車 這跟光學又有關係 可是問題就來了 是你光學這樣子 對 臉書這一個這個大家說 一個元宇宙有關係 可是元宇宙META已經 這個就是臉書之前到FB 改名叫META 他的股價快要破底了 這對嗎 元宇宙啊沒有基本面啊 也不見得是大家的股票你也不敢做啊 但是我還是要讓你面對事實啊 元宇宙META 他花了200億美元啊 每天燒錢燒到他都起銷 還有這個營收獲利都大幅衰退 好 至少大家應該聽過我跟大家講過 RVLX 叫ROBLOX R-O-V-L-O-X 你看一下我的油標 ROBLOX 叫ROBLOX ROBLOX這個全球元宇宙第一股 紅大電就是飆這一波 紅大電現在是在整理 可是他今天晚上如果再跌就破線了 我們來看紅大電 來看一下紅大電 24985 有沒有他還是在空方架構啊 這兩天比較好一點點的四華這個這個這個衛勝 但是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他們現在卡的都是叫做什麼 卷空軋空股 沒有錯 美國也是在拉一些軋空股啊 可是你美國的軋空股啊 是沒有題材的 你在國內你強加題材在裡面的話 你要找元宇宙 因為國際的元宇宙又再跌 光學概念股 我們剛才跟大家提到的光學概念股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順利光學 我們再看一檔光學概念股好了 這叫美國第一蘋果概念股 叫Luminer Luminer Luminer在這邊 你看他的股價 漲了一波 就是這一段拉動我們大力光 陽明光 玉金光 那他也這樣子了 昨天蘋果說要弄META 叫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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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的那個手機啊 或者ARVR的那個 那個那個頭盔有沒有 他把它取名叫REALITY 可是並沒有帶動他 他昨天還跌2.8% 這句我跟大家講說 沒有錯我們的光學概念股啊 短線是有稍微的反彈行情 我建議你應該站在賣方 我跟大家講的這一些才是真的我要跟大家講的 好 我講過 背伴裡面有一檔股票 叫安生美 有沒有 這裡他的歷史高點 前一波到他創歷史新高 但這兩天暴跌 暴跌跌破這裡了 我們看安生美的概念股3675 叫德維 昨天就開始翻空了 5425這一次最強 有沒有 一樣 你可以續抱你的手上的持股 但是不可以再隨便進場 為什麼呢 再看一下 因為他已經跌到重要的支撐線了 就是我說的 你被背伴拉下來了 那背伴被誰拉下來 被揮答拉下來 有沒有 也快破底了 那真的把揮 揮答是 是背伴ETF裡面的第一名權重股 第一名權重股 那揮答這個位置 我們快速的挑到前面 快速的挑到前面 背伴 背伴快要跌破這裡了 快要跌破這裡了 快要跌破這裡了 已經跌破這裡 快跌破這裡了 之所以還沒有跌破這裡 因為他的第一權重股 就我說的 有沒有 揮答還沒有跌破這裡 可是呢 第三權重股叫INTEL 昨天再度跌破五年來的低點 你再怎麼 沒有關係啦 你不要理我啦 你去看別的那個漲停板的 你不要理我啦 我跟你講呢 提出這個警訊的話 是我當老師的 應該要做的義務 就好像謝金河老師 有沒有 謝金河老師 他也必須在 中華關鍵時間點 跟大家講出什麼 是歐洲成經濟最大破口 極端氣候 他也必須 他不能昧著良心啊 很多人都說哦 他講很多股票 他講多頭的時候 他股票講講上去 早上他講了 後來就拉回了 可是他從從好 他這麼 這一二十年來 我從沒有看他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麼憂心忡忡 他有他的責任 多頭格局長上他講合理 問題他是一個多頭格局的老師 他今天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 南韓 剛才講的歐洲 剛才講的南韓 對亞洲會是出現崩跌 股會雙殺會不會這個情況出現 台幣天天貶值 聯準會升息學習美股 災難輸出 再對準中國 有沒有 歐洲世界經濟的破口 過去這兩天之內 兩天之禮拜一到現在兩天之內 一直跟你講危險危險 當一個老師 當一個他也是舉足輕重 在我們國內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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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家當中 舉足輕重的 包括我們政府也都很依賴他的 人家是要這樣跟大家講 好我們看一下馬斯基 這個我們明天再講好了 最大港商疊下來 我最後跟大家講有沒有 閃裝 閃裝 我們今天最主要講伊斐電 伊斐電的南電 我們剛剛已經講到光學股了 光學股不可以再追 因為國際股是光學股 除了今天晚上美國光學股在大漲 我們明天再把圖形來給大家看 畢竟是晚上的事 可是今天呢 伊斐電有沒有 他跌破之後 今天有稍微彈上來 有稍微彈上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南電 8046的南電 好跟著指標做 先賣一趟 萬一呢指標再翻多上來的時候 我的意思說 萬一呢 他從明天開始一路飆上來 飆過高 我跟你講 很多股票我會去放空 但是就是不會放空他 如果伊斐電漲上來 但是如果伊斐電明天繼續大跌 甚至破低 南電我照空不物 實事求是 不能蒙上自己的眼睛 星光電工也是一樣啊 你知道這個伊斐電先彈上來 南電彈上來 伊斐電拉動了星光電工也突破這裡 星光電工也跌回 今天就再又站上來 所以載板這兩個 這兩這三堂股票現在在這邊繞 那你依據指標來做的話 你要先先賣南電一趟 8086的南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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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賣掉 等著要不要再多多 如果如果賣掉之後 它彈上來又出現一個 融券放空的現象呢 你就做融券放空 但是對這個什麼 星星最不好的地方 是星星有沒有 是反手做空 因為它本來就比較弱 這就證明我跟大家講的 星光電工是比較弱的 你看它是弱勢反彈 那本來這個這個 伊北電都還是強勢反彈 那昨天破今天彈上來 如果明天再破回線的話呢 我們大家都要比較注意 我一直想講 有依據你才能做股票 今年過去這個大半年來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空拉高空拉高空 做短多做短多的南電 你看南電今天也很慘 雖然我知道你不太喜歡聽我講 因為這都是你的股票 老師你這樣會傷我的筋 你如果還說會大腿 他就要弱了 我難道可以昧著良心嗎 全世界是全世界股市 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對不對 那個那個那個 謝金額謝社長 他一定一定要跟你 他也不希望這樣子啊 但他也是要跟大家示警啊 你聽得進去 你就有機會 你聽不進去的話 受苦的是自己 你套牢的股票怎麼處理 你賣掉之後要怎麼操作 來 就是我跟你講的嘛 我們有很清楚的操盤工具 對不對 裡面還有期貨 我很會帶期貨喔 然後呢 也有市場認定的 這些個股 國際股市的個股 還有主力的籌碼 跟平等 都在我們軟體當中 希望投資本 你能夠來試用我們一年 我們一年 然後我讓你功力大增 當然我知道 你現在困擾的時候 你手上股票 持股怎麼做診斷 怎麼操作的話 我親自幫你指導 親自的帶著你做 我還是那一句話 跟我們聯絡 聯絡電話在這邊 聯絡電話在這邊 聯絡上我們的 你的一些問題都解決了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們明天見 你是否還在彷徨 面對人生許多選擇 卻無能為力 每天通勤時間 都在思考 日以計業工作 是為生存 還是為生活 你值得一個更高效的方式 加值你的人生 9月4號星期天 Zewi Hotel 女論新時代論壇 邀請四位跨時代女性 台灣第一位 極地旅遊探險員 陳千華 百穩巴黎行動藝術家 兩性作家楊雅琴 還有陽光福特家 創辦人陳慧萍 進讀五郎正伊林 暢談追夢竹夢 家庭平衡職場與領導學 名言有限 趕快掃QR過報名吧 現在報名還有精美手帳 金油貨幣盒 讓我們邁向更自信美好的自己